民进党坚持搞废盒却频频停电跳电 现在不只要把最容易导致癌症病变的麦辽燃煤电厂演绎 甚至被人踢爆 俄乌战争以来 中华民国是全球第五大的俄罗斯煤炭进口国 购买俄煤出口量达到5% 花了新台币大约1,120亿元 平均美人买煤量更是高居全球第二年增31% 以来都还从2022年的12%成长到了2024年的18% 多少次强调绝对是大力挺无可难 结果现在你让俄罗斯赚了钱再去打乌克兰 等于用乌克兰的血来发电 当全球趋势把核能当足绿能 外界好奇民进党为何为了非核谁主牌 连人民发电都当成替代电力 连侵略民调都显示 有45.8%民众不认同非核家园 其中交易程度越高越反对非核 就连中心选民都有高达44%反对非核家园 全台轮流停电跳电 政府推给动换溃馈线强调电已订购 但是网络民调狂打脸 高达91%的民众认为台湾现在缺电 今年夏天又会比过去更热 用电量肯定会飙高 恐怕最快我们今年夏天就可以直接看到缺电 这个就是政府一直粉饰太平演唱真相的结果 今年夏天缺电的趋势就会很高 卖调的一号机一号米 但是缺电的压力是很大的 专家炮轰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像台湾一样 用燃煤取代核电 只有两个国家要飞和德国跟台湾 但是德国再生能源的比重已经占到60% 台湾到目前18%都不到 就德国来讲也是再生能源来替代核电 燃煤的部分还是继续在前上 怎么可能是用煤来替代核电 没有这样一个国家 飞和政策缺乏共事 民进党却为了死守飞和家园狂用无染大的煤电 外界不仅好奇 难道天大必大都不仅民进党的飞和审主排大 就先吴陈珍才好 我